从丽江到宇峰有381公里 耗时七个多小时 这条线路有什么看的 什么拍的 鱼胖今天给你们分享 这条线除了美景 鱼胖还会分享德青的美食 出丽江拉斯海 会看到由13座雪峰组成的豫龙雪山 整体呈南北走向 主峰扇子斗海拔5596米 总连积雪 是世界上纬度最低的雪山之一 是贵州哪儿的呀 贵州潜能的 他要骑着他的摩托到拉萨 我现在在小中店服务区 那个好自略哦 放 这里还有一个 好多可爱啊 进入香格里拉 路边休息区有一座专门打卡 小布达拉宫之称的松赞林寺 穿过香格里拉城区8公里 你们骑车到哪里 哇厉害加油 就是积极性的高原湖泊和草原湿地 那帕海 离开那帕海就正式进入高原密林国道214 壮丽的白马雪山一直陪伴左右 摇子坐累了 看看白马雪山踢踢身 白马雪山别看海拔只有5430米 它可是滇金丝猴的栖息地哦 路过德青 已经猜到你很饿 这个司机在给我们安排 从香格里拉转车到丽江 很省心 什么事情我就交给他 把价格问清楚 如果说大家需要他的电话 也请点赞收藏 私聊鱼胖 鱼胖就把电话分享给你们 别急着赶路 靠谱平车师傅推荐了一家本地特色的苍蝇小馆 一定要在德青这家小餐馆 叫大理乔家美味鲜 价格美丽 味道很棒哦 今天鱼胖在这里打卡 本地人吃的米线哈 这个小楼梯上去 尝着好深 给大家看一下价格哈 真的是本地人独享的美味 多少钱一碗 你们那个 我们在鞋层上的话 一般是700到1000吧 700是标准和那个大厨 直接找你的 直接找我的 找你能打折吗 可以稍微便宜一点吧 是650 650和800 就便宜一点 叫什么你们那个名字 猫叫羽翁 上羽翁 上羽翁景观比较好的一家 那你到时候给我留个电话 就是仲草的粉丝们 直接找你 能够打丢 打一丢丢折也可以啊 是吧 不贵 还贵了吧 我感觉是 那你们点了这么多次 我们就吃饭就好了 没什么一样的 我们六个人在这里 大吃大喝 一百四十七 确实香 今日目的地就是3300米的菲莱斯 寺庙一山而建 俯瞰南沉江 正对梅里雪山 祖风卡瓦合伯 位置很哇塞 6点15 鱼胖镇前往菲莱斯 拍日照金山 尤其是大清早的 梅里日照金山 吸引了无数的摄影师 和信徒前来打卡 给大家看一眼 鱼胖身后的梅里祖风 今天没看到日照金山 有遗憾才会有下一次的期待 over 走 收工 始于新甘情愿 终于愿赌服输 在遗憾中 离开了菲莱斯 菲莱斯玩耍的一个 小心得 就是菲莱斯沿线 有一个十公里的 专业的骑行道 在高原 伴着梅里雪山 骑行 这个体验感还是很棒 你看我身后 他们就是即将出发 然后也有骑车 就是远行的 像这个车 就是远行的 自行车就是它的交通工具 一直 有颠帐 经过三路盘旋 来到了南昌江畔的梨龙村 我身后就是南昌江 也算鱼胖的半个母亲河 因为它最终会留下石双板纳 离开石双板纳之后 就是湄公河 鱼胖开始徒步前的准备 鱼胖现在在梨龙的 从梨龙进入梨龙村 外面凉瘦瘦的大概十四五度 我还是想把那个就是抓拢脱掉 然后穿一身树干和硬壳 大家看到鱼胖分享的 从丽江到梨龙的这一段路线 觉得看的拍的多吗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 鱼胖走心给大家分享了 这三百多公里 好 关注鱼胖 让你对云南更有想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